咳咳 兄弟们 今天这个英雄就和我们过年有关系了 他背后背着几个火箭炮 那我们叫他火人吧 这吧 看来只有走下路了呀 这里问一下大家喜欢放鞭炮吗 不过在放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哦 好家伙呀 今天居然对抗加罗 我这个短手有点吃亏呀 不行 我得比加罗先上二级 拿出我的喷火枪 试一试 这加罗一看就不是一般人 好走位呀 第二次必须拿出我的加特林 我看你这次怎么跑 呃 就等我没说吧 又跑掉了 都说四不过三 这次我扛塔我都要拿下你这个加罗 对不住了 加罗 为了拿下加罗 我也是豁出去了 借着中路的一波团战 给你们看看我的必杀技 爆弹雨 残血 收割机 在队友的配合下 拿下双杀 作为中国好队友 此时我想开一条大龙 为队友们找回优势 哎呀 我的伤害也太刮杀了吧 这大龙打得我好痛啊 看看商店有什么打折的东西呢 哎呦 破军 一百九十九 这次居然涨了一百块钱 但是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就把炮军直接安排 这下我看你怎么打我 好像不能用火烧 直接评A吧 四万多的暴击是什么概念 关于加罗 我来找你们报仇了 慢慢更新更多的离奇英雄 欢迎在评论区发表看法 喜欢记得点个关注 拜拜 拜拜